28日上午,由泰国商务部及政府各部门共同举办 东盟体制下泰国未来经济展望会议 首先由泰国商务部部长瓦拉尼坦龙致开幕词 泰国总理兼国防部长英拉致辞 英拉说,希望泰国人民与东盟各国人民 在经济、教育、文化领域保持紧密联系 泰国作为东盟的中心要在各方面的合作中起到促进作用 并与各政府部门嘉宾开启活动之求,参观各国展位 泰国商务部部长瓦拉尼坦龙表示 我认为这些计划的计划是发生了 与每个人都必须要进行 顺身产生的计划和平壇 顺身产生的计划 对因此,如果购买的 ole意义 很多錄影 安定品 2021 既然 stopped Pharaoh 泰国中央中文电视台记者张瑞ZERO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